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數位公民獎堂 這是我們第一個影片 我們的未來會在禮拜四每個晚上 對不起,每個晚上 禮拜四晚上七點 禮拜四晚上七點 整個十號七點 沒關係,我剛才講十點 然後就繼續講 大家好,歡迎來到數位公民獎堂 那這是我們第一場 未來在每個禮拜四晚上七點 我們都會針對數位公民的相關議題 跟大家做分享 邀請專家和學者 尤其是一些我們合作的夥伴 來跟大家分享四個主題 包括了這個思辨能力 包括了如何保護自己在網路上的隱私 還有網路上的安全 那以及如何有一個更好的同理心 那這些議題其實都是數位公民 最重要的幾個元素 那我們今天在 我們在現場 我們這一場有四位 比較假通,四位 對不起 有三位貴賓 我們第一位貴賓是Audrey 哈囉,我是楊鳳 我是Audrey 那我們在我右手邊有 TCA 就是台北市登項峰會的Jeffery 嗨,我是Jeffery 然後在最右邊是我們最年輕的 這個青少年代表 應該青少年吧 是男二中的翔翔 哈囉,大家好 我是許俊翔的翔翔 好,謝謝大家 今天有播放過來跟我們錄這個有趣的影片 那其實Facebook在這個數位公民這個領域上面 其實花很多成本和花很多時間和花很多資源 主要是因為我們覺得網路世界其實是一個生態系 它包括了業者 它也包括了使用者 那業者他可以在技術上面去做一些改善 去確保我們的使用者是可以在網路上面是安全的 在網路上面是可以得到比較好的資訊的 是可以讓網路的好處發揮到最大 那好,網路可能帶來的一些 一些比較讓人傷腦筋的事情可以受到一些限制 那但是我們也知道說這個生態系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元素也是使用者 我們怎麼樣讓使用者有足夠的能力 然後在這個網路上面去在那麼多資訊當中去辨別好的資訊 那辨別有用的資訊 那在網路上面跟這麼多人互動的時候是維持一個好的同理心 去維持一定的禮儀 那如何在網路上面保護自己的隱私權 保護自己的安全 這些其實我們都覺得其實有一個負責任的數位公民的這個公民感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Facebook從去年9月開始在台灣推動《我是數位公民》 這個計劃呢 我們跟台北市大公會一起合作 在整個台灣 這個過去這一年當中我們去台灣15個縣市 跟不同的MGO一起去觸及到很多不同的我們的一般民眾 包括了這個在市場啊 包括在學校啊 包括了在商場啊 甚至在鄉間的圖書館 或是甚至農會 等等我們都去當地去跟不同的我們的使用者去做面對面的溝通 那這樣子的接觸其實有效的提高了大家對於網路世界的認識 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很有趣喔 就是網路世界應該是網路上的認識就好 那為什麼要實體世界來進行呢 那我們都會發現 其實數位公民這個概念 其實跟實體世界的公民概念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我們覺得那種透過實體的接觸 我們覺得透過實體的接觸其實是可以更有效的讓很多可能初次使用網路的 或是最近這10年開始使用網路的人可以更了解怎麼樣在網路上做更好的更負責的公民 那去年9月我們在台灣推動的時候我們邀請到Audrey到我們的現場 那我其實第一個問題就想問Audrey 從去年9月到現在有這麼多的經驗 那您覺得怎麼樣是有什麼樣最大的差別 是我想有兩個很大的差別 第一個是說像社會部門一些NPO等等 本來是覺得說這個Facebook不是他調一調演算法就好了嗎 但是就像Max剛剛說的其實最主要的還是每個使用者 他就像我們現在說要親洗手戴口罩等等的一些口訣 這些NPO後來也發現說如果他們發明一些口訣 比如說有一個叫做警察證 就是你要看到一個訊息的時候要警覺他不一定完全是真實的 你要去查明他後面用這個訊息的動機是什麼 以及要去證實這個裡面到底哪些是事實的成分 哪些比較是想像的成分 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做的話 那就像每個人都戴上口罩親洗手一樣 這種比較思想上面容易傳染的一些不是訊息 就比較不容易傳染 那這個其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AI可以稍微調幾個參數 就自動去做到警察證的這個功能 這是每一個公民要自己分散式的這樣子去做 要動員起來 這是第一個很重要 那第二個是說呢 我們也看到說教育部在有一個媒體素養的這個教學資源網 確實就是以前教的是媒體試讀 是說大家在看電視聽廣播的時候 做一個聽眾或者做一個觀眾 要去進行哪些心情上面的一些調適 那但是呢 現在呢其實每一個人拿起手機自拍 自己就變成製作人 自己就變成導演 很多人的這個 YouTuber啊 Instagram上面 他一下子就可以觸及成千上萬的人 但可能他還是十幾歲的一個學生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的素養就是作為一個新聞人 他所需要的這個訓練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不能說 等到他以後去從事新聞工作 再進行這樣子包含這個source checking啊 等等的這些 就是查核你的消息來源啊等等這些想法 而是說從一開始 他能夠拿起手機自拍的第一刻 就要開始進行這樣子的教育 那我們也看到說 現在在12年國教裡面 每一個階段都已經融入了這樣子媒體素養 不是只是媒體試讀這樣子的角度 謝謝 其實我最近看到小孩子最近開學 我最近看到小孩子課表裡面 三年級 小學三年級裡面 就有一堂課是資訊課程 那我相信 我們當然很好奇 就是資訊課程 準備要上哪些內容 因為如果 如果是跟我們以前上電腦課的話 大概之前還鬥死啊 然後是教你開機 教你關機 我相信這個大概 對於現在年輕人來講 大概是最基本 最基本 之前還要打park 可能他們要來找老師了 對 學生教老師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蠻有趣的 在我右邊的想像 他是南日中的學生 想像 你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台南熱中的許正祥 那我之前是擔任台南市的兩年 第四屆少年代表 然後現在是跟Facebook 跟電腦工會合作 當數位公民宗旨教師 那你在南熱中 我聽說有造成轟動 你有沒有分享一下你在南熱中 不管是 育教娛樂 還是教學相長 你跟學生的 就你的同儕 還有跟老師之間 這個 在數位公民 這個領域上面 一些經驗 其實 最一開始是先接觸 數位公民這個 合作計畫嘛 然後就 有幸成為數位公民的一份子 然後擔任講師 跟大家宣傳 那其實很剛好的是我們學校 蠻注重學生的聲音 然後 有舉辦學生講座 那我記得 我一年級的時候 我是講我當領域代表的故事 然後我二年級的時候想說 那既然我合作當這個講師 那我為什麼不把這個 這麼好有意義的 數位素揚帶回到學校 所以我就當下 就跟社團組長講說 我今年的那個學生講座 我想要講這個主題 然後 後來剛好又聽到Facebook 有行動教室 然後在台南 那時候好像還找不到場地 然後我就很開心的去跟那個 負責人講說 可不可以來我們學校 然後就說我們學校多好多好 交通多棒多棒 然後就很開心最後 也可以來到我們學校 那就那時候 我記得我在 學生講座上面分享 數位素揚的時候 一開始我就覺得 這麼多人 我好緊張我好害怕 可是後來 就是我們社團圖長 有讓大家寫回饋表 然後其實我後來收到回饋表 大家都說 這個數位素揚 對他們來講 改善他們的生活非常多 就是他們從以前原本就不會注重數位素揚 因為他們會覺得網路上匿名罵人 就是罵一罵就過了 或者是我在網路上做什麼行為 反正也不是在現實做也沒有差 可是他們聽完數位素揚這40分鐘的課 他們有發現說其實很多事情都不一樣 就是我要在網路上尊重人 然後 我的數位素揚 我在現代應該有的 我也要帶到網路上這樣 在等一下會問你更有趣的例子的時候 在這之前想要問問看 因為 Jeffrey 剛剛不管是Audrey還有想像 都有講到數位素揚 其實數位素揚 這四個字是非常抽象式的 那 謝謝TCL幫忙 就是在這段期間 我們去了很多地方 15個現實 辦了110多場的講座 很多我知道是年紀比較長的 這個熱靈族群 那我想 我很好奇就是 怎麼樣讓這個 熱靈族群更熟悉 這個概念 數位素揚 這種四個字是 這麼硬生生的 你去 就是跟對方講數位素揚的時候 他們有辦法有 同理心嗎 基本上數位素揚 你就對那些熱靈的 你跟他講 他會講我吃素 但是呢 我可能不知道什麼叫素揚 那你怎麼會讓那些熱靈 因為你要用他們的一個言 就像比如說 我們可能在家裡的長輩 他可能全身都痛 他看到 網路上面 你會告訴大家說 哪一個藥 吃了 身體會變好 大家傳來傳去 我就問了 這個藥吃得好不好 那個東西對我的骨頭痛 有沒有笑 他可能就會去買 那你就要告訴他說 這個東西 你看到這些資訊 你要不要想一想 你要不要問一問 多問一些人 這個資訊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告訴他說 你要試變 他只會想 我每天都想變 但是唯一不變的 就是我身體一直痛 那這個部分 就是要讓他去理解 你要用他 懂得他 生活化的東西 去跟他講說 你看到這個資訊 你要怎麼辦 你吃了這個東西 你要怎麼辦 那這個就是要告訴他 從生活裡面跟他講說 這個東西你要懂 這就是他的屬 就是讓他成為生活 那如果是網路呢 我相信很多的樂靈 樂靈族群使用網路 大概就是 我才應該是智慧型手機 普及之後的事情 所以大概15年左右的時間 那你覺得你們有沒有什麼樣的經驗 是讓我們的樂靈族群 更知道怎麼樣去 了解網路究竟是什麼 究竟網路是不是一個 完全在他世界以外的一個平行時空 還是他可以 在網路上面是不是分享資訊而已 還是就是叫朋友 究竟他們對網路的了解是怎麼樣 是怎麼協助他們 網路基本上 對他們來講 他只不過你說 他會用手機 現在越多的長輩都會用 他只是拉路 他跟人家溝通的工具 但你跟他講 網路這兩個字是什麼 他也許不會體會 所以我們在對這些種子 就要是培養的時候 培育的時候 我們也就久了 就透過一些活動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今天三個人 我們圍成一個小群圈 我們手拉著手 這是一個小網路 但是網路不會這麼小 那他就試著告訴他說 用你的腳去靠另外一個小組 腳對腳靠過去 你就知道 這就是一個連結 那這樣的一個課程的過程當中 慢慢就有老師他們會去發想 就是說 我們可能這個活動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吃便當 便當可能會有這個橡皮筋 去保這個電檔 那大家就把這個橡皮筋 收集起來 要把橡皮筋再串連 這個串下去就會告訴他們 網路就是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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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的去串連 你的世界就會越來越大 你的生活就會越來越大 對 他會比較了解 網路上面是有 他是很浩瀚的空間 然後裡面其實有各種 不一樣的顏色的人在裡面 不一樣的這個 應該講橡皮筋 不一樣的顏色的橡皮筋 然後不一樣星星色色的人在裡面 所以他們可能 因此會比較知道說 網路其實 跟它是有關係的 但同時間也是跟所有其他人有關係 對 就像你生活裡面 誰都用得到的 橡皮筋你都用得到 你生活裡面 這就是哪一部分 我是有想到 回到之前 一年前的時候 我們在 某一個就是那個 我們的啟動儀式 對不起 我忘記那個在哪的地方 我在我們啟動儀式的時候 你有提到說 社會部門 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一起合作 那尤其是讓社會部門先行 然後社會部門提出需求 不管是公部門或私部門 企業部門或是政府部門 來提供協助 然後去補足一些落差 那我想要再多詢問是 你覺得這個信任 這個不同部門之間的信任 該怎麼樣凝聚 該怎麼樣建立 究竟用什麼樣的管道 可以讓這樣子的信任 讓社會部門信任公部門 然後社會部門信任私部門 然後從之間各個部門之間的信任 可以補足 去補充數位公民這個概念 是 我覺得大概只有兩個 一個是說 價值要是相同的 Value alignment 第二個是說 如果價值是相同 但是做法不同的時候 要很快給得出交代 要accountable 那價值的相同 就好比像說 像我們知道有一個NPO 叫做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那它的目的呢 其實就是對每一個好像正在沿上 就是大家正在瘋狂轉傳的那個事件 去找出裡面哪些確實是符合事實的部分 哪些不是符合事實的部分 他就只做這件事 那所以呢 他也不涉入什麼其他的 剛剛講的 顏色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呢 我們有時候就看到他的事實查核報告 那出來 然後這則底下呢 就有一群人說這個他偏頗 那另外一個事實查核報告一出來 跟這群人相反 另外一群人又說他偏頗 那所以這個差不多幾率一樣 你就可以發現說 他確實是比較中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他們會不斷透過一些公開的報告 一些公開的活動 一些分享 告訴大家 他們的這個核心價值是什麼 以及為什麼他們這個核心價值 不會受到影響 比像說他只接受小的捐款 政治人物不能捐款 等等的這些做法 那等到這個做法 他變成一套體系一個系統 就是國際上面的 國際事實查核網絡 他變成一個大家都 需要遵照的東西的時候 後來好比像說像Michael Penn啊等等 都可以運用一樣的方式 去加入這個價值網絡 這個時候社會部門的公信力 就不是只靠一個兩個 而是全世界在事實查核網絡的 這些朋友們 能夠彼此策利 還可以搬個家 事實查核中心也有得獎 等等的這種方式 來讓大家對他們的價值 更加認識 那當然在像Facebook這邊 也有成立一個好像是 獨立內容監察委員會 之類的 那是一個全世界的監察委員 那台灣也有一位 這個陳寅老師 那擔任這個監察委員 那當然之後 這個獨立監察委員會的工作 就是要去證明給 社會部門的這些事實查核中心說 那如果這邊有一個更好的想法 而且這些獨立監察委員也同意的話 那Facebook還真的會因為這樣子去修改 不管是內部的演算法也好 或者是對外部的溝通的方式也好 它對Facebook是有一定的拘束力的 所以大家就會等著看說 到底要花幾天才能夠達到這個拘束力 這個拘束力到底是強呢? 還是弱呢? 說說而已呢?等等 那這個大家都拭目以待 既然您在這邊有空調問 那如何讓我們大家增加對政府的信心呢?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數位公民的這些講座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做一些調查 其實我覺得我們看到的資料 不是我覺得而已 其實台灣的民眾是高度期待政府在數位公民 或是數位視度能力有一些角色 那您覺得怎麼樣讓社會部門 當然民眾有期待 它怎麼但是如何讓社會部門 對於政府的這個角色更有信心 這個讓事業部門讓這個政府的角色有信心呢? 是 我們在防疫的時候 我們就運用了一個叫做Humor over Rumor 這個幽默闢謠的這個方式 也就是說民間隨時對政府的任何做法 有任何疑慮 他是要打1922 然後就會有專人接聽 接聽之後呢 當然如果只是他想要問一些事實性的問題 專人就可以回答 但是呢如果是一些感受性的 好比像說戴粉紅色口罩 不太敢上學 不會痛學校 什麼之類的 那隔天在那個每天的 就是指揮中心的集中會裡面 大家就戴上粉紅色口罩 然後忽然間那個小男生就變成全班最酷的 因為只有他有指揮官的口罩人色 那像這樣子的方式 就是剛才講的accountability 給出招待 政府其實並不是要大家盲信政府 而是說大家看到政府有一些 好像做的跟大家想像的價值有點不一樣的事情 我們怎麼樣最快的 在一天之內 或甚至在Facebook上的話 在兩小時之內 就可以用兩張圖卡 兩百字之內 讓大家了解到 從我們的角度看是怎麼樣 但我們不會把自己當作是事實查核者 我們只是好像一塊拼圖 給出一塊拼圖 讓專業的市場 更快的能夠運用這些拼圖的素材 這樣子的話我覺得 工險力就慢慢慢慢可以去增加 想像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你在學校 學校通常是 您剛剛提到 學校是一個蠻自由的環境 那你們老師和學校都蠻 就校方也蠻鼓勵學生 又發表一些想法 那我想問的比較specific一點就是 您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老師在數位公民的這個教育裡面 他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您覺得 就是其實以往啊 就像剛剛那個 那個主持人提到就是 小學三年級裡面就有資訊課 那其實我們升上高中也有資訊課 然後就是我們資訊課 除了教程式設計以外 我們那個老師就蠻注重我們在 資訊以外 就比如說我們在網路上怎麼判斷 判讀是真實的資訊之類的 那另外其實我們 我們學校才昨天剛發的事情 就是我們昨天開決典禮那個 教官上就說 我們現在呢 我們要宣導網路性別暴力這件事情 就是其實學校也會 開始越來越運用各種時間 跟我們宣導網路上 什麼事情要注意 網路上什麼事情需要小心 然後其實我們也有很多 其他課外的時間也會討論到網路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自己學校 我是辯論社會的成員 然後我就記得我一年級最有印象的辯論題目 他是在一個在資訊爆炸化年代 我們應該要獨立思考 還是隨波逐流 然後那時候我就去開始去想說 那我們在這個年代裡面 我們的資訊那麼複雜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判讀 我們要怎麼有思辨能力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在學校 我們也越來越重視了 就不管在電梯上 或是老師的教材上這樣 嗯 老師會給你們 不一樣的空間嗎? 我意思是說 對不起我可能要referring我的 question 老師對你們而言 你們會覺得是一個很 呃 威 威嚴嗎? 威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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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另外一個問題想要問你了 就是 呃 你覺得你在這邊當數位公民講師的時候 你作為講師的 在學校作為講師的這個角色 跟學校老師之間的這個互動是怎麼樣 其實呃 在還沒接觸到講師之前 其實我們學校就有一些教材 或者是我們也有老師會開始注意到說 欸 數位數養或者是媒體試讀的重要性 可是其實真正在想說 欸 有這麼多資源的時候是在行動教師 來我們學校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學校老師才發現說 喔原來政府這邊有資源 然後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香港的NGO組織 都有相關的資源教材 可以幫助他們 然後就可以讓他們在教學的時候 有很多的教材 也可以同時就是跟我們拉近距離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說老師跟我們之前有代溝 就是我們可能都在網路上啊 然後老師可能 如果年紀比較大了一點的 可能就對網路不熟悉 不過現在有了這些教材 有這些媒介以後 反而就是可以讓我們師生之間的關係變好 也可以讓老師更容易的教授 他想要教授的思辨能力啊 或是在網路上要怎麼判斷資訊的這些能力給我們這樣 那你們跟老師這段時間的活動之下 有沒有特別有趣的故事 特別有趣的故事喔 就是其實我們 不好意思 等一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個有趣的故事是 只是跟老師相處 所以就是你這段期間的學生會 對學生會 喔好 不好意思 可是你要這個問題是比較順的 又沒有 天心是問題 還是學校 不要講老師兩個字 他就比較好看 那我就繼續嘛對不對 那想想那你在男二中有沒有有趣的故事 是有跟你自己說的共鳴有關的 就是其實我在去年的時候 我有參與學生會的選舉 然後那時候就滿富裕的時間 想說我有很多政見啊 然後想要幫助學校做一些事情 然後結果那時候就是一直被批評 就是不管是在哪裡 就是網路上我們很多學校都會有黑特版嘛 然後那時候黑特版幾乎就是在賣 說我候選人的政見怎麼那麼沒有用啊 或者是這個政見好像不可行 然後不只這樣 就是在IG上面的那個匿名版 我們也是被罵 然後那時候 原本我們團隊的人都很在意啊 然後說 為什麼人家要罵我們 可是其實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我們團隊裡面的人 有的人自己 一開始也是會在黑特版上罵人的 但是經過被罵以後 他才可以體會到那時候 被罵的那種痛苦 或者是被罵的難過感 所以後來我們團隊選擇做了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不回應 然後我們就自己調適好 因為有的事情是只需物有的嘛 然後網路上 我們也不知道他是誰 那如果我們要一直在意的話 我們反而不能夠做自己 然後第二 第二個就是我們也 告訴自己說 我們以後不要作為那個傷害他人的人 就是這也是網路素養一部分嘛 就是其實網路素養跟 現實時空從來就不是平行世界 而且他們是相交的無數條件 所以我認為就是從這件事情啊 然後再接到數位公民上面 就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在網路上匿名罵人 或是我們在匿名留言的時候 都要特別注意自己 有沒有傷害到他人 而且其實如果講實話 這個事情如果真的傷害了 如果真的要走到法院 其實都是查得到的 所以就是我認為就是在這個網路素養上面 我自己覺得啊 就是學完學生會 雖然沒選上 就是我得到最大的收穫 本來就是要懂得尊重他人 然後就是匿名也不代表說 你就隱藏行蹤 其實未來都還是找得到的 嗯 謝謝 Jeffrey我想 來問你 我們在推個這一年 就是 畢竟Facebook當初設計這教材的時候 是跟亞太區的專家學者去設計出來的 那這教材呢 我們當初也花了一些時間在地化 那我想說 這段期間你覺得在地化足夠嗎 然後你有沒有什麼樣有趣的經驗是 針對我們教材的豐富度是有幫助的 因為在地化一定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要 因為你這個 這整個的我們所獲取的這個 這個target 其實從他們這些青少年 甚至到這些所謂的樂靈組 他們都會有不一樣的一種 如果你今天在地化 比如說你今天對熱靈組 那他可能就希望你說 你可不可以有台語 因為他聽不懂 國異他聽不懂 不是那麼那麼了解 那也有一些 我們對老師的這些種子教師 那教英文的老師 他就跟我們說 你們有沒有英文版 讓他在學校裡面 他上課的時候 他就可以直接導入去應用 那或者是說 有的長輩就說 你那個簡報的字可不可以大一點 因為我看不懂 那更多的人 他會跟你講就是說 那你可不可以直接 讓我們帶著電腦在上面操作 這都是一些在這個宣導的過程 在培訓的過程當中 他們的從所謂的 實物上技術上的需求 從語言上的需求 一直到他們希望能夠導入到他 在課堂上使用的這個需求 我的同仁 他曾經跟我分享一個 很有趣的案例 他就說 他們在那個種子教師培訓的過程 有個國文老師 有個女同學說 她在網路上去跟她的一個心儀的男同學 要去告白 跟她說 你可不可以跟我交往 結果這個男同學 就回來了 嗯 這個女同學就很開心 她答應我 可是事實上呢 後來這個老師就問了這個男同學 你這個嗯是不是你答應他 我說沒有 我不過就只是個應酬語 那這個東西在網路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這個 這些的使用的文字 其實他在我們在做數位素養的這個教材的過程當中 包括文字的解讀 因為在網路上面沒有表情 我們看不到跟我們對話人的那個表情 我們沒有一個所謂的社交的互動 那往往對很多網路上使用的文字其實是不理解的 那這個過程就是必須要把這些教材更在地化 甚至你要應對我們這邊所使用的語言 不妥去做一些的調整 那這個就是整個這個一年來的過程當中 不斷的跟包含基督團體 包括跟這些熱領 包括跟老師們這些互動過程 不停的去調整這些的教材 這個是一年的經驗其實蠻多 但是這不會是一個 這只是剛好一個中間點 我們可以是從過去一年去學習 有哪一些可以加強的 那我們在未來可以再多增加一些東西 我們時間其實有限 所以我覺得我們最後保留一點時間 讓三位可以就我是數位公民 或數位公民素養這個概念 你覺得未來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從政府 從這個NGO 還有從這個使用者 甚至是學生的什麼角度 羅君 是 我覺得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的話 最重要的還是 我們去看整個社會部門 能不能夠讓這個經濟部門自律 如果自律有成的話 那就不需要走到他律 那他律如果真的沒有成的話 才會走到法律 所以我們就是讓大家能夠 像彼此給的出交代 讓這個自律能夠非常良好的運行 我想這個是最重要的 從NGO的團體我認為 其實不論從政府或任何單獨的單位 其實它力量有限 必須要結合更多的單位 更多的人一起 把這個東西給予其化 這個所謂的我們講的媒體素養 才會升值在哪一個人的心 那如果從學生的立場來講 我自己很喜歡一句話 就是你要先尊重別人 其他人才會尊重你 那其實我覺得在網路素養 這件事情也是一樣 如果作為一個使用者 跟學生的話 如果我們希望在網路上能夠得到友善 那我們自己也要先友善他人 那如果我是以種子教師的立場來講的話 我會希望就是 其實這件事情不只是學生 或者是我們這些種子教師可以做 其實我們社會的種子教師的意義 就是說我們是一顆種子 把它散佈出去 所以其實我希望的是 每一場來聽我講座的人 都可以把他所學再散佈出去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讓更多人就是以一擊敗 讓更多人可以了解到這個觀念 也能讓大家在網路上 也能達到真正的友善包容這樣 謝謝翔翔 我可以再追問想像一個問題 在家裡呢? 就是在家裡其實我覺得 我跟爸爸的互動也 因為數位公民中的教師有了不一樣 就是其實我就舉一個 上禮拜才發生的事情 就是爸爸在滑臉書好好好 然後就看到一個商品 然後他就很生氣的跟我說 欸我就叫你不要買了吧 你看現在優惠這麼多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說 你自己點進去那個粉絲專家看 一定是假的 然後他原本還不相信 然後後來是我一直跟他說 是假的是假的 他還點進去看 他還發現原來那個粉絲團才創立五天 可是其實這個產品上是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而且他所送的東西 是根本都還沒有上架的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看吧這就是假訊息 所以其實我認為我們自己 所培養的素養是可以 也可以影響到家人的 因為如果照以前我爸可能就會很執著 然後說明就買下去 然後可能就被騙了 可是現在因為我自己是教師 或者是我受過這些課程訓練 他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說哪裡是不對的 那我覺得這個最重要的是可能 對於家裡更大的長輩 他們可能對於手機還不太熟悉 但是如果我們這些學生 或是我們使用者清楚 然後有跟他們分享的話 那也可以避免比較多事情的發生 所以在家裡面 在學校裡面 在各個生活層面當中 其實都可以發揮比較好的效果 對 我們今天的 謝謝Audrey 謝謝Jeffrey還有想像 今天來跟我們分享 有關數位公民 數位素養的一些想法 那在Facebook 數位公民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非常非常重視 那在最近這一年的經驗呢 我們也學到一些新的體會 那在未來 我們除了會繼續我們跟 不管NGO或是學校之間合作之外 我們也會加強擴大 在網路上面的教學 主要也是因為 與COVID-19的關係 有些活動的 因為一些限制 沒有辦法很順暢的舉行 那在這個議題裡面 我們還會再想辦法用更多 線上的遊戲 線上的座談 甚至一些線上的教學 讓更多的人 不管是中的教師 或是一般的教師 或是我們一般生活使用者 都可以更加的知道 怎麼樣在網路上 辨別資訊的價值 怎麼樣在網路上 這麼多不同的使用者當中的 之間呢 可以維持一個 這個同理性的互動 那怎麼樣在網路上面 注意自己安全和隱私 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作為業者 需要讓使用者 有這樣的權利 讓使用者有這樣的資能 去在網路上保護自己 那我們今天在這一個場子 我們在講一些比較是原則性的 但未來我們禮拜四七點 未來三場會針對不同的議題 再做更深入的分析 我們再次感謝Audrey Jeffrey和小夏 謝謝 謝謝 拜拜 好 謝謝 謝謝